在八十、九十年代 有一样神奇的养生秘方 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大江南北 它就是醋蛋 起因一段酸溜溜的传说 话说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 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人们对于养生的追求可一点不比现在少 某一天 一位不知名的养生达人突发奇想 将鸡蛋浸泡在醋里 几天后 醋蛋就此诞生 这位达人声称 醋蛋能延年益寿 美容养颜 一时间 醋蛋成了家家户户的养生圣品 发展全民泡醋蛋的风潮醋蛋的制作方法简单 成本低廉 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人们纷纷将鸡蛋放入醋中 静待奇迹发生 那时 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家庭的厨房 总能闻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那就是醋蛋的味道 流行程度 醋蛋成网 红醋蛋的流行程度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从城市到农村 从老人到小孩 无人不知醋蛋的神奇功效 醋蛋不仅在家庭中流行 连单位的食堂也不甘落后 纷纷推出了醋蛋供大家享用 啼笑皆非的故事 醋蛋的传奇经历 在醋蛋流行的年代 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如 有人因为醋蛋泡得太久 结果鸡蛋壳都软化了 一口下去 满嘴酸水 还有人坚信 醋蛋能治百病 结果吃的胃酸过多 反而进了医院 科学依据 醋蛋的真面目 那么 醋蛋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事实上 醋蛋中的醋酸 确实能帮助人体 吸收鸡蛋中的钙质 但要说它能延年益寿 美容养年 就有些夸大其词了 而且 过量食用醋蛋 还可能导致胃酸过多 对身体不利 结束 醋蛋的泄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于养生的认识 逐渐科学化 醋蛋的热潮也逐渐降温 到了90年代末 醋蛋的流行已经大不如前 最终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结尾片 《醋蛋》 这个80、90年代的养生传奇 如今已成为了一段有趣的历史 虽然它的功效被夸大 但它带给我们的 除了健康的追求 还有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探索 如今 当我们再次提起醋蛋 除了会信一笑 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和怀念